主料,鸡块300克,黄灯笼椒80克,红灯笼椒80克,补量,姜丝,红葱头30克,油,盐,糖,生粉,生抽,蚝油,香菜,葱段,制作时间10-20分钟,鸡块用姜丝,油,盐,糖,生粉,生抽等,煎半小时左右,备好红葱头,黄,红灯笼椒洗净去子,切成块。 热油锅,像红葱头和鸡块炒香两面,但鸡块用拔成熟食,加入黄,红灯笼椒一起炒匀,加一点蚝油,盐调味,加入香菜段和葱段炒匀即可,烹饪技巧,灯笼椒本身可以生吃,所以最后放客保持更多的维生素不流失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